南无释迦摩尼佛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广大灵感关心菩萨摩河河沙 感恩舍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 感恩荣天佛法菩萨 感恩恩师慈父 感恩师兄们 我今天的分享的主题是 心灵法门 让身患如爱的我 重获新生 让环游先天疾病的孙子 平安健康 请大慈大悲观心菩萨慈悲保佑我 我今天为了度众生 学习观心菩萨牵手牵眼 救度众生 所以我献身说法 请观心菩萨给我加持 保佑我能够把今天 这个弘法转为功德 希望我的分享 能广告善缘 广度有缘 在分享过程中 如有任何不如理不如法的地方 我自己的业障 自己背 不让师父背 不让聆听的师兄们背 不让转播师兄 和默默付出的 一公师兄们背 感恩释迦摩尼佛 感恩南无观心菩萨 感恩师父 感恩大家 各位师兄 大家好 我来分享一下 学佛和发生在我身上的 两件灵念事理 我修学心灵法门 已有八年多了 吃全素 七年多了 2019年 许愿清修了 申请做台长的弟子 也在排列等待中 分享一 2016年11月 我通过体检 查出 左鲁腺疾病 然后 我又到我们市中心医院复查 并切种为 左鲁腺癌 于是 我在复台前 向观心菩萨 忏悔我过去 所做的一切措施 请观心菩萨 原谅我 保佑我 并向观心菩萨 许愿 今生今世 要永远跟随 恩师台长 修学观心菩萨的 心灵法门 弘扬福法 广度有愿 救度众生 众生 吃全素 众生 不杀生 放生 三千条语 给自己的药经者 捎诵 87章 佛教经文组合 并在师兄的引导下 得到了 众多师兄们的祝念 我与2016年 11月14日上午 在中心医院 做了 乳腺切除手术 整个手术过程 一切顺利 心灵法门 真是不虚 灵验无比 连医生 都赞叹说 吃素的朋友 刀口 恢复得 这么好 真的是 关心菩萨保佑呀 接下来 要面临 化疗和放疗 要知道 化疗 对于我们 生化癌症的病人来说 是最痛苦 最煎熬的 但我坚持吃素 我坚信 关心菩萨 一定会保佑我的 在接下来的 化疗和放疗过程中 我顺利地通过了 8次化疗 25次放疗 期间 一点痛苦 都没有出现过 病友们都好奇地问 吃素的人 身体素质 怎么会如此的好 其他病友 在化疗和放疗时 反应都特别大 特别痛苦 其反应 深不如实啊 而你怎么会 没有一点反应 我深深地坚信 是关心菩萨在加持我 保佑着我呀 分享爱 我的孙子 于2019年 10月26日出生 孩子在娘胎里 就查出肝脏上有肿瘤 就因为孩子有问题 所以爱惜 提前半个月 做了破腹肠手术 孩子出生后 孩子出生后 检查结果显示 APP 甲胎蛋白血液指标 特别高 这就意误着肿瘤 可能是恶性的 核实共证查出 肝脏幼乳肿瘤 尾奢公分 请擠之下 我向观心菩萨学院 给孩子的药经者念诵佛教经文组合八百章 放生两万条鱼 每天为孙子念经做功课 我每天上香 我每天上香都祈求观心菩萨和台长师傅加持保佑 孙子能平安健康 医生 定于12月18日 为孙子做肝脏肿瘤 切除手术 当时医生说 这个手术风险大 难度系数高 手术最起码需要进行五个多小时 于是 在手术前 我为孙子的药经者 烧送了一百多张佛教经文组合 放生了两万两千四百多条鱼 于是同时 师兄还帮助我把孙子的情况 通过邮件 发到师傅台长的新乡里 我孙子有幸得到了台长的加持 台长师傅并亲自给孙子看图腾 师傅开示 让我们针对孙子持手术 许愿给孙子的药经者 烧送八十张佛教经文组合 放生三百八十条鱼 感恩关心菩萨 感恩师傅 心灵法门就像一个大家庭 同兄们不是亲人 甚是亲人 真的是 一方有难 八方支援啊 在师兄们的鼎力相助下 为我绝缘了三百多张佛教经文组合 而且在手术的当天早上 师兄们又帮助我一起 揪渡到下雨 还有四十多位师兄 为我孙子祝念大悲咒 在同兄们的祝念下 六个多小时的手术 很顺利 也很成功 我清楚地知道 是关心菩萨 及台长师傅的加持 与护佑 手术才这么顺利啊 在手术后的第五天 检查报告显示结果 是良性的 而且 性这也变为血管齐形 还不是肿瘤 当时 的此消息 我就控制不住情绪 眼泪 沙沙地往下流 正如台长师傅 尊尊教导我们 怎样 信 愿 行 奇迹 一定会发生的 感恩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 广大灵感 关心菩萨 感恩师父 我的分享结束了 分享过程中 如有不如理不如法的地方 恳请南无舍迦摩尼佛 慈悲原谅 恳请南无大慈大悲 关心菩萨 慈悲原谅 恳请三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 解隆天法菩萨慈悲原谅 恳请师兄们批评指正 我自己的业障 自己悲 不让师父悲 不让聆听的师兄们悲 不让转播师兄 和默默付出的 一公师兄们悲 感恩南无舍迦摩尼佛 感恩南无关心菩萨 感恩师父 感恩大家 感谢您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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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您